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通过咽血的方法来查找过敏源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会出现 因为咽血检验的是蛋白 但是如果摄入了食物中有相似的蛋白 那么是不容易区分的事 要注意方式和方法 咽血检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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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